种菜如何做到精细高效 日本农民的种植方式 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 经过短短70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世界农业发达国家 这是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毕竟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占优势 耕地面积少 而且70%分布在山区河丘陵地带 另外日本的人口较多 平均耕地占有量少 相比美国、德国这些农业发达国家 他们有宽广平坦的农田 适合规模化和机械化种植 但是日本人能深刻认识到耕地的重要性 农作物的种植做到精耕细作 而且农业生产全部做到了机械化 农积设备很先进 十分令人钦佩 那么到底日本的农积设备有多先进 性能有多好呢 今天就以日本农民种菜为例 看看他们都用到哪些农积 种菜又是如何做到精细高效的 进入精彩内容之前 麻烦新来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一下 每天都能免费收到精彩的内容 日本农民种菜的方式与我们有所不同 他们种菜的时候需要覆盖地磨 而且耕地和覆盖地磨是同时进行的 因为有这台多功能附磨机 别看机器个头小 但是设计的非常巧妙 功能很强大 这台机器集耕地 施肥 附磨为一体 机器开过去 先将土地翻耕整平 然后肥料顺着导管掉到地上 最后将地磨覆盖在地上 一台机器一次就将三个环节的事情干完 效率是十分高的 附磨不仅能抑制杂草的生长 还能促进后面移栽下去的蔬菜的生长 附磨完成之后 就到了移栽蔬菜苗的时候 这个过程同样用到的是微型移植机 但并不是全自动的 还是需要人工辅助工作 将蔬菜苗放到移植机上的横向传送带上 机器往前走 蔬菜苗通过传送带到达底部 会有一个夹子夹住蔬菜苗栽种在地里 比起人工移栽 省时省力 为了蔬菜能更好的生长 还需要给它搭一个大棚 而要搭建一个大棚 首先需将龙骨架撑开成拱形 然后在上面盖塑料薄膜 这些过程也是由小型机器来完成 虽然机器很小 但是作用却很大 省时省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 到了蔬菜可以采摘的时候 需要将大棚上的塑料薄膜取下来 为了更好更快地取下来 他们发明了这台地膜回收机 它有四个轮子 而且还能调节轴轮宽度 以适应涂拢的宽度 将薄膜的椅端固定在回收机的转轴上 启动机器往前走 薄膜就被快速地转到了转轴上 取完薄膜之后 就该收割了 日本的蔬菜基本都是用机器收割 像上面种的胡萝卜 就用到了这台胡萝卜收割机 收割机的前方 有绝土产和脚链传送袋 绝土产将胡萝卜上面的泥土掘开 然后脚链传送袋将胡萝卜的精家柱 轻轻往上一提就拔出来了 再通过传送袋传送到切割装置 将精液切掉 留下的胡萝卜 被送到后面的筛选台 进行人工筛选装袋 日本的整个种菜过程 虽然没有用到欧美那种霸气的大型机器 但是他们用到的这些微型农机 却很实用 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量 而且还提高了工作效率 同时还十分适合日本这样的山区 和丘陵地带 正因为日本农民种菜如此的精庚细作 他们种出来的蔬菜品种和产量 还是十分不错的 相比之下 我国在蔬菜种植方面 虽然产量很大 但是却很难做到日本那样精庚细作 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日本的蔬菜种植方式 而且还有必要引进日本那些微型蔬菜种植机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